欢迎收看这个小时的台湾大搜索 我是张老婷 最近旅游安全问题频传 先是武林赏英翻车事故 凤凰旅行社埃及旅游纠纷 如今又发生 台湾一名富人参加泰国旅行团 全是在饭店游泳池内 其实13年前 台湾一名女大生和哥哥 到日本富士河口湖湾 命丧一乡 当时她只是出门买个电话卡 人就失踪了 隔天导游照走行程 让家属很气愤 几天之后 女大生找到已经是冰冷遗体 凶手是日本一宵 震撼台日了 小时是在27号参加旅行团 到日本富士山旅游 第二天晚上说要出去买电话卡 打电话回家 11点半还有人 在饭店附近的便利商店看到他 随后可能在附近的 河口湖大桥旁遇到嫌犯 从此下落不明 就在7月1号 一名男子自首坦诚杀人 并且带着警方在一处小屋内 找到小屋的尸体 所以他有这样的 技术有这样的能力害怕 就是这个事 就是没有办法跟人家听说 静怡大学消息女大学生 93年6月底和哥哥一起参加 五天四夜的日本旅行团 一团22人有说有笑 第二天晚间投诉在山梨县 富士河口湖一家饭店 熊妹俩买了零食和小酒 开心地边喝边聊天 他们怎么也没料到 这是相聚的最后一刻 他们换了浴袍洗完澡在拍照 拍完照 因为哥哥比较累 也喝了一点酒就先睡了 那那个消息女大学生就拿着电话 是从台湾租用的那个手机 跟他的台湾的男朋友 周星男友打电话 那时候是晚上11点多的时候 那打到一半 你同学说 那个台湾租的手机比较贵 电话费比较贵 那他去买国际电话卡 去附近的便利超商 去买电话卡之后 再跟他男朋友联络 相信你大学生从饭店走下坡 左转大约500公尺的距离 进入了便利商店 要买电话卡 摸了摸身上发现没有带钱包 只好转身再走回饭店 不料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29号 算29号 凌晨3点多 他哥哥有惊醒 冒冷汗 那当初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他看隔壁妹妹的床部 没有人 他以为是妹妹 去跟其他团员聊天 或者是跟男朋友 在外面跟男朋友打电话 他是觉得怪怪的 要继续睡 睡到早上8点 没有看到他妹妹回来 他就问导游 有没有看到我妹妹 没有 导游认定他是自行脱队 只以失踪人口备案 还把全团带着继续游玩 甚至在车上拿这一件事情 开玩笑 就是李情社我们跟他缓映过去 他们都没有 没有真正过来我们找 为什么 怎么说 唯一能够 我们唯一能够联络了 只是联络李情社 他们都没有 都更能敷衍的 为什么你觉得他在敷衍 还有那个导游都一直敷衍 怎么说 你觉得怎么说 因为他真的讲说 你你交友的情形 是不是很复杂 我说你乱讲话 直到家属打到 我国的外交单位求助 当时的驻日警察 联络官李暖元 凭着专业的直觉 发现不对劲 主动展开了调查 第一个他的手机 漫游手机都不通 很奇怪 第二 他没有带护照在身上 如果要拖队 自己去找朋友的话 一般会把护照带走 会把行李带走 会把钱带走 他钱包也没带 所以我们一查出入境资料 就认定 推断了 应该是失踪 遭遇不撤 李暖元立刻要求导游 把相信你大学生的哥哥 带回富士很恐怖 导游却要哥哥 自己付车资回去 我怕辣人气腹腹 说那奇怪 他都说没有 又叫我带你 他叫我带你 他叫我出钱 我就在没钱 他叫我出钱 结果他现在 钱都李币书交易 住住代表出李币书交易 这样不太合理 当初我先到附近的ATM 先领了3万块日币 给他哥哥当零用金 因为我认为应该 要留一段时间 要找到他妹妹为止 可能还要一点钱 那因为大学生身上也没有钱 然后代表出也后来也 用疾难救助的金费 遇见他10万块 巧合的事就在失踪事件 发生前两个月 富士吉田的警察刑事官 山本武 请李暖元协助调查一起 外籍无名女尸遭焚尸案 身份是否为台湾人 虽然最后排除了 但两人也因此建立了 很好的关系 结果这一次的失踪事件 案发定恰巧就是富士辖区 李暖元说明了来龙去脉 山本武立刻将失踪案件 提高到刑事的层级来追查 有接获一个线报 说当地有一个年轻人 他的朋友好像在当地 搭赛一位亚洲的母姓 然后后来就把他杀害掉 那这个人已经驾车逃逸了 凶贤他是当地的一个 25岁的无业游民 他是平时也是当一勇一小 叫杜汴 检举电话提供女子的特征 和相信女大学生完全吻合 日本警方全力锁定渡边高域 在东京新宿将他给逮捕 从他口中确定弃失地点 在高速公路的斜坡森林里头 相信女大学生哥哥前往认识 一看就确定是失踪的妹妹 他哥哥非常自责 他把他妹妹带来日本玩 第一次出国 结果就发生这个意外 那后来为了避免他自杀 或者是发生意外 我就从早到晚都是带着他 保护他 然后顺便帮他寻短 然后就带到我家 晚上就在我家过一会这样 每天就这样跑 这个二号让一直期待 好消息的萧妈妈崩溃痛哭 一位宝贝女儿热爱日本 当初选田大学时 还和家人起了争执 天之夜的时候他 他爸爸一直叫他天之国 也是他还说好... 跟他爸爸说好 然后嘴上他跟他爸爸说好 但是他还是 他一直叫他天之文姓 就等公布下来 他爸爸还跟他吵了三天 爸妈最后扭不过女儿 不仅同意了 还请全力支持他 从小乖巧的女儿也没露气 通过日文检定 成績优秀 人缘又好 他就说要去年轻人 要让他完成 让他让他可以这样 去外国就会了 家境虽然不富裕 爸妈还是省吃俭用 酬钱让女儿去日本玩 一元哈日梦 面对第一次出国旅行 相信女大学生兴奋不已 从网路上抓了不少资料做功课 也要验证自己的日文实力 出发前同学祝福他有其遇 最好能看到偶像明星 没想到却是遇到了下心丧命 很乖巧 然后看到我都很微笑的鞠躬这样子 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很难过 很厉害 市主任看着女学生赴日前 留给他贴心的字条 格外欣赏 最后和他通电话的男朋友 更难舍两人的感情 跟他交往是大概 我这辈最快乐的时间嘛 那他还玩的时候是蛮鼓励他 因为他还年轻21岁 来见见失眠 当时其实我对日本的文化 对这边的环境也自然都相当的信赖 对我来讲到现在我还是觉得 这是不太可以接受的事实 肖爸爸 肖妈妈搭机赶到日本 和儿子享用痛哭 我感到没哭 我感到没哭 压抑许久的伤痛 一股脑全部宣泄 和哥哥在房内拍照的最后影像 成了灵堂前的遗照 就是他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他说他要给男朋友 本来不愿意让我照 可是我还是帮他照 我妹妹是冤死的 相信女大学生城市的沟洞 距离便利商店好几公里 她没有穿鞋 面朝下 脖子有勒痕 日本警方还原遇害前的一刻 发现就在她从便利商店 要走回饭店时 对象一辆轿车回转 朝她开了过去 因为当地也没什么娱乐 那这个凶险可能一时要找乐趣 就想就是找一个人来下手 那个歹徒就迟到把他压上车 然后带着他把他绑绑起来 后来给他性侵 那后来女同学有反抗 然后就被用绳索先勒住脖子 最后用手把他掐死 到日安的日本旅游 不料却命丧一箱 这份愿 萧妈妈感受最深 一身的白衣服很懦默 头都伸 都伸到来 常常坐在外面 我想说 奇怪 怎么办 怎么不用手 我的外衣一趟过去 我说 瞧瞧你的早餐在这里 她就是把我扑 手和脖子都把我扑 坐在头上 不是说红白的 日本在审判的时候 审判凶手的时候 有请父母亲来作证 那个时候她母亲也有感应到 我们代表处的翻译 也有感应到 我们在现场都有感到 她妹妹有在旁边的感觉 天宣派这样 对 有到场 好像要亲眼见到凶手判刑 渡边高域无期徒刑定验 相信女大学生 似乎也舍不得哥哥难过 现身来安慰 我晚上大概凌晨1点 2点的时候 在自己的书房打电脑 把这个案情 今天处理也经过报为外交部 那个时候我的四周的窗簾 突然间全部飞起来 然后我就有点害怕 我就记在心里面 第二天早上问那个小女的哥哥 我说你昨天晚上有没有睡得好 她说我妹妹昨天晚上有回来 她又感觉她身上很温暖的那种感觉 她又跟我讲 那我说大概什么时候 她说大概2点凌晨2点多 那时候我就想跟我的时候遭遇一样 台湾女大学生在日本遇害 撼动治安良好的印象 当年的花火节因此停办 其实再怎么样安全的国家 都有一定程度的危险 提醒热爱旅行的游客 随时都得注意自身的安全 日本一宵变成了杀人凶手 台北游民一警却成了杀人魔 怎么回事 这个人是国术馆整副师黄振轩 186公分的壮硕身材 加上一张坏人脸 2016年因此被日本的人向众 诠释电影当中的变态杀人魔 不过就在她演出之后 每天开始作恶梦 甚至被自己的样子给吓醒 难道是入戏太深吗 其实这跟她小时候 被霸凌的坎坷遭遇 有关系 我还蛮紧张的啦 因为我以为她拿的那个斧头是假的 后来道具主是拿真的斧头给我 我吓了一跳 我说那你们不是有道具人吗 她说找不到 拍第二个镜头的时候 其实我去砍到人 那砍到人她怎么砍 好险 因为她没有开封 就不小心把人家的密布给砍破了 小姐 你需要帮忙吗 跟日本女团AKB48出身的偶像 滕江丽奈合作 导演怎么放心让片中的杀人魔 哪一把真的斧头演呢 原来这个片中的党派角色 可是有练过的 别看她邪气 仿佛要吃人的眼神 现实生活中 她是一名武术角官 欣灵 校园好 大家好 我抓住你的手 抓住之后 你先踩脚 踩下去 好 然后手这样翻过来 对 然后拉 扶走 然后快点跑 不只习武 她还会整部 经营国术馆多年的她 原本只是平凡的整副师 却因为这张凶狠的坏人脸 让她摇身一变 成为疯狂杀人犯 我是后来我接到剧本 我才知道原来是变态杀人魔 不是只有杀人魔这么简单 很呆滞地看着人家 然后你一见上来 你要很兴奋 那时候我也不晓得说我要怎么办 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一个学长 然后现在就黄仲坤 除了找来好友黄仲坤帮忙 黄振轩也靠港片来传摸 人肉插插包也有看 觉得她在砍人的样子 刚刚在拿菜刀 在绑架枝结的那个样子 你已经比过你落头的了 张昂扬也有 因为她在杀人的时候 她也是捅下一刀之后 她也没有表情 就把人家推下楼这样子 但其实要她也很反派 让她压力很大 因为现实生活中 她不只是武器教练 还身兼意境 教人防身术 第二招叫现场夺刀 请大家睁大眼睛看清楚 太厉害了 这是海战分局的那个 那个义勇刑事警察大队的顾问 真实世界中如此正义 却与戏中的角色对立 让她一度觉得精神醋乱 抗拒杀人魔角色 所以要觉得白板 你会不会那些下心 因为我觉得她有点结合到 我小时候的阴影你知道 被欺负的时候 因为我不是说我曾经被霸凌吗 但186公分 体型重硕的黄振轩 怎么会被霸凌 原来小学时的她身材矮小 仅仅140公分而已 我以前小时候我们家还 算还蛮穷的啦 父母亲又离异了 那离异的时候 本来以为说可能那些 就是坐在邻居那些 叔叔 伯伯阿姨 可能他们会比较可怜你还是怎么样 那其实不是 那反而会觉得说你 你比他们的家庭还更破碎 那我觉得我欺负你刚好而已 我爸就去跟他理论 我爸也是那种很瘦小的一种 所以他就推我爸一下 他讲了一句话 他欺负你儿子刚好而已 就是这样 所以那时候在我的内心 就会埋下一个阴影在 父母离异领局霸凌 让他心中种下复仇的根 你被欺负到那种非常愤怒 你又没有办法宣写 我记得小学三年级的 上学期的时候 我在写那个作文 那上面是写我的志愿 那我的志愿我那时候写那个 就写那个杀手 我那时候很轰动 那时候几乎是 校长都来关切的 当时被视为个性偏差的黄振轩 还因此进了校长室 上了一个礼拜的课 我还记得那时候好像有一个 那种好像不是叫教育部 那时候叫教育厅 对 那时候还引来那个 就是那个官员过来学校 然后视察我 虽然被师长严密的关切 却换回了父母亲的爱 一年后爸妈决定复合 为了他迫近重渊 父亲想修正与抒发他的暴力之气 特地送他到武馆练拳 我那时候就纯粹有打拳嘛 本来一直以为是少林拳 后来他才跟我 师傅才跟我说那是永春拳 国中开始学永春 当时的身材也乌然抽高 毕竟180公分 没想到因为成绩不好 又遇到言语霸凌 他就说 你就不要考了 你成绩那么烂 站起来我就这样 把他拉过来一下 这样啪 所有活久了 那方就要求索赔嘛 我就把他带去给我师傅看 后来我师傅就说 你光学武术不行了 我一定要教你推拿 之后师傅要帮人整骨 也都带上他 我还记得有一次他 有一个扛瓦斯的 他从楼梨上面摔下来 他脚真的翻得 走得跟米糊一样 他当时他跟我讲说 你也跟我跟了三四年的 这个你来处理 然后我在旁边你不要怕 我说就是因为你在我才怕 后来他又拿一个那个 算是那种毛巾的东西 把你眼睛遮住 开始有一年的时间 我都是蒙眼的 都是没有看的 蒙眼整骨日日习物 让他学出了兴趣 也削弱他的付出欲望 遇到扶贫的事情 学会跟神明诉苦 透过宗教力量 扶贫心中的伤 高中升学因此选择读佛教学校 没想到这一读 让从小的我的志愿 换了方向 有一次那个 我们的学校是那个比丘迷嘛 他带我去那个 去照顾那个 有些都都 肢体都已经弹掉了 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是警察 然后他还出一次任务的时候 他厚然后被打中 后来就弹掉就变成植物了 当时我就觉得 怎么会有这么可恶的人 对啊 怎么会有人 坏到这种程度去打警察 后来我就开始有那种志愿 有那种冲动的 要去考警察 但可惜的是 最后他没考上心目中的志愿 接下来退伍后 他决定自立蒙古 跟师傅一样开一间国术馆 放假的时候就去当义警 算是圆了高中时的梦 我其实通常都是没有 负责他们比例的跌到水长 比如说他们去抓废徒的时候 然后如果说有跌到 或者是手扭到脚扭到 那就帮他们负责归位 你曾经服务过最高层级的一个对象 以前是万华分局的分局长 现在是警政署长 陈国恩 连署长都曾经服务过 但他这一张坏人脸 可是让他吃尽苦头 以前是常被领检 不是骑摸摸车的时候 是走路的时候 我还记得有一次去西门买鲜奶 然后刚好有两个警察去那边签到 然后先生不好意思 这件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 那时候其实还蛮臆的 明明想做好人的他 却因为外形常常被当坏人 但转念一想 也因为这张脸 这个眼神 要上大一幕 因为我一直认为就是说 你演坏人 人家会比他记得你 面恶心善 用在他身上很适合的四个字 小时候的创伤 没有让他的路走偏 而曾经有过的两个志向 职业杀手与警察 也以不同方式一一实现 10年前染上毒品的艺人排龄 最近与恶女角色翻身 其实荧光幕后她有段悲惨绅士 台湾大搜索独家专访裴林 说起这段过往 依旧忍不住掉下眼泪 广告回来带你了解 10年前因为吸食大麻重挫形象 一人排龄挥别吸毒过去 在本土剧当中饰演恶女 再次的受到注意 其实荧光幕后的排龄 有段犹如定搭错车的悲情绅士 14岁那年她才知道 自己是爸妈捡来的 只晓得亲生父母是国中生 未婚怀孕生下她 但到底是谁不清楚 也不知从何着起 让她的个性变得自卑偏激 排龄介绍我们独家专访 谈到这段过往 拼拼示威 你不要想到有人情 你又大败了 我给你救 你救死啊 大声呛呛 坐石打人 佩玲在相处剧中 全是坏女人杜维维 作恶行径让观众看了很佢大 我去菜市场 哪有没有摸摸的命 你真的有说败的 唱人的红色 又要想到那些 又想到那些孩子 你真的有说败的 我做光这一年来 我的粉是从几千人 然后变到现在已经10万了 杜维维 走 我回来 他回来了 早就知道 要不要出这么多拍摇事 想到真的有席 害到被打进18层地狱 佩玲眼镜备受肯定 相较于恶毒的坏女人 18年前的佩玲 原本可是美少女团体中 Kiss的一员 你就自己看著伴 想看看什麼方法 就我們原諒 你該怎麼辦 給你一個良心建議 那時候滾石來我們學校 辦歌唱比賽 然後那時候我們 他最後是選了10個人 可是只有我被叫去台北受訓 然後那時候有7個女生 然後最後選出我們3個 然後變成KISS 那時候裴琳才15歲 還是高雄中華藝校的高醫生 自曉對演藝圈有憧憬的他 說什麼也不會放棄這個 可以圓夢的機會 於是他轉學來到 台北華岡藝校戲劇科 名模楊財穎就是他的同班同學 那可能會在上課中間 可能會有一些就是 譬如說我們要為了出片 去練唱歌或是跳舞這樣子 但其實真正能賺錢的 就是只有韓主將 可是其實也賺不多 因為譬如說你發完片 你去上通告都是宣傳 那宣傳就只有1350 然後1350還要再除以3 反正不管怎麼樣 就有爸媽在後面聽 所以那時候會覺得說 就還好 反正做自己喜歡開心的事 我們發行過一張EP 跟一張專輯之後 好像就是銷售不是非常的好 對 就是其實那時候公司想要做 就是SHE那種你知道嗎 但就沒有做起來 等到畢業之後才發現說完蛋了 現在都沒賺錢怎麼辦 然後那時候開始 就會開始擔心 無奈Kiss成軍短短3年 因為唱片銷售不佳 宣告解散 佩玲丹菲改劇演偶像劇 試鏡時卻搞了一個大烏龍 我就想說難得見到導演 我就要好好的表現 然後我就說導演 我有看你的戲 他說什麼戲 我就說運轉手指點 然後他就這樣 那個是四中環 對啊 因為我把扭成整個四中環 因為這兩個的戲都太特別 然後我把他們兩個搞混 然後我整個就想說完蛋了 指定了 我這次又不會像 竟然連導演都認錯 沒想到這一招 反而讓豆島印象深刻 得到了已經會贏了 肯定不可以啦 沒關係啦 咪咪獎 我們可以對他用心對不對 不行 可是這一定很好玩啊 我只噴他的眼睛好不好 拜託啦 只要講到妳的深深入 我就會想哭 因為我覺得真的 如果沒有他的話 可能我演戲很難走下次 我跟上來現在要停車的 你趕快過來啦 我現在不行耶 不管... 你下芒果過來啊 好 OK 拜拜 隨著多部偶像劇熱播 培林知名度大開 直率的作風 更擁有不少死忠粉絲 演藝事業以正看好 卻在2007年驚傳 他涉嫌吸大麻被帶 不好意思 謝謝大家 為什麼會在家裡有這些東西呢 不好意思 大家小心 東西從哪邊來的 其實在 平常在用的時候 你就會想到 可能會有這麼一天 只是沒有 然後人就是很僥倖你知道 會覺得說 是不是很那麼衰 一個人來台北 那 不管是經濟上 或是 自己的工作上 我覺得 我好像都沒有做得很好 可能好奇心吧 或是 一時之間我覺得 我做出了非常錯誤的一個舉動 就是我用了這個東西 來宣洩我的一些壓力 我就覺得 就是 你說拍那麼多偶像劇 你都沒有到大眾 你都沒有演到女主角 其實我內心對自己 會覺得說 怎麼都這樣 就很不開心 然後剛好又 交到 交到壞朋友嘛 對 然後那時候 就覺得說 那個是一個 我可以放鬆的管道 裴霖後來被判 樂界49天 進入了台北看守座 不好意思 我爸想要再跟你說 我會在裡面 好好反省 然後 希望大家等我回來 然後一直到 我爸來看你 那時候真的覺得 整個你知道那種感覺 好像在看電影 就是 你只能拿電話起來嗎 我看我爸的時候 就 就覺得一個老人家 我怎麼把他 就是折磨成這樣子 回想那段在看守座的日子 最讓裴霖不捨的 就是爸爸每個禮拜 都不辭辛勞 從高雄北上看他 然後為了要來看我 他必須大概5點多 就要起車 然後到高鐵站 然後再從高雄坐高鐵 來台北 然後再從台北 來坐捷運 然後再轉搭計程車到那個 就是你知道 到那邊的時候 都已經快要早上 大概10點 11點 然後再來 就是重複的動作回到高雄 然後我就覺得很對不起他 裴霖對父親感到抱歉 因為喜麻事件 又讓他 猶如八點檔般的坎坷聲勢 意外破了光 原來在裴霖國二那年 才得知自己 不是父母親生的 然後罵完之後跟我講說 其實你喔 這是我們以前簡單的 反正就是 從小的時候 我就有聽到表姐講這個 但是我都一直不相信 後來那天我真的發現 原來 裴霖說 她的親生父母 當年只是國中生 因為未成年懷孕 生下她後 就不見蹤影 後來經營資源回收廠養父母 領養了她 就很像豬肝糖糊糊 你知道嗎 我常常在看搭車的時候 我就覺得 天啊 我好像這個理念力 對 我每次唱豬肝糖糊 我就會哭 沒有家哪有你 沒有你哪有我 假如你不成仰於我 這種 對 我覺得很像我的歌聲 雖然如此 裴霖的養父卻視他如己出 給予滿滿的愛 她覺得就是 我怎麼樣她就是都OK 然後就是 有種什麼寶貝女人 她這樣子 雖然和養父感情 超越了血緣的羈絆 但氣隱的聲勢 卻成了裴霖心中 永遠的痛 因為我覺得 反正都沒人愛我 那種愛自己幹嘛 這種覺得 還欣欣有一個 妳看法 我覺得 心就是破了一個洞 掉淚訴說自己的身世 裴霖扣著養父的愛 戒掉毒品和酒精 過去她曾經被拍到 和國民黨大佬 陳立夫的孫子 開車出遊 現在有了結婚對象了嗎 稍後帶你了解 裴霖的感情世界 剛剛說到裴霖知道自己 坎坷身世之後 認證了毒品和酒精 不過她的養父 始終沒有放開她的手 用愛陪伴 走出樂界所的裴霖 將近兩年沒有工作 當時連瓦斯都買不起 冬天只能夠洗冷水澡度日 直到演戲的機會降臨 她特別珍惜 認真演出 終於獲得了肯定 而且是裴霖的感情世界 也備受關注 因為一度被拍到對象 是國民黨大佬 陳立夫的孫子 雖然我爸很愛我 可是我不知道 就是還是破了 就破了一個洞 加上惹麻煩後 裴霖細約奏簡 讓她鬱鬱寡寬 就是每天只要回到家 我就是喝 然後就是想要把自己弄得 醉茫茫 然後什麼事都不想要去思考 都不想要去想 因為想了也沒用 想了還是不開心 裴霖要幫我說一下 是什麼狀況 怎麼會這樣子走在家裡 喝什麼酒 不好意思 為什麼喝那麼醉 不好意思 雙手反手上銬 裴霖臉上戴著大墨鏡 遮得住喬退神情 卻遮不住渾身酒氣 上午8點多 她開車行進新莊中正路 跟公車發生擦撞 這還滿荒唐的 就是我還是沒有找出那個心裡 那個不開心的東西 然後後來就撞公車 撞完公車之後我就發現 不行 人生不可以再這樣 其實也沒有什麼不開心 就是我覺得 我好像很不愛自己 我就從以前都在折磨我自己 歷經兩年的光糖 裴霖清醒了 不過她的演藝事業 走在一夕之間全毀了 那時候大概兩年沒工作 那時候就想說那怎麼辦 我想說不然我去找打工好了 我就找旁邊有一間餐廳 在那邊打工 就想說因為還是得要生活費 那時裴霖窮到連一桶瓦斯 都買不起 沒錢嘛 知道冬天的時候洗冷水 然後反正就是什麼都省 夏天不開冷氣吹電風扇 然後拿那個毛巾鋪在這邊 2011年集會終於來了 有完來 你誰都提頭提名了 好乖 怎麼去不去 你怎麼這樣抗頭抗臉 沒問題 你知道那種就是很久沒拍戲 一集幾千塊都要去 問題是裴霖不會講台語 因為她古裝系的台語很難 譬如說她易如反講好了 她叫倒定泥桿 就是你要記之後 然後那時候完全光記這個 先不要講演戲 我光記台詞都記不住了 然後我來答應直接說 算了 裴霖吧 可是她的不說我如果沒用到 她的應該是無線牌無線 所以她這個都穿不穿 也都不穿 然後再次就覺得說 售罪感好大 就妳自己的錢 還要拿妳的錢 撥一些給佩儀支援 不是製作單位出 是我要自己出 因為台詞講不好是我的事 也因為這個原因 佩玲每天找爸爸 以字一句的練習 現在的她 台語講得非常冷凍 所以我現在怎麼會用我的寶貝 來收拾妳這個 快寶貝 妳不是很厲害 很像 不像妳這代 三位鬼 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就說 像前一陣子 杜未未不是很紅嗎 然後她就說 我跟你講 現在大家看到我 每個人都在俄漏妳 妳要加油什麼的 就是都會講這些 然後我就很開心 事業成為軌道 但是私人的感情事件 裴霖出道將近20年 唯一承認的就是23歲時 和同公司演員李少祥的一段情 反正就是常常 那時候我們都會一起相約出來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慢慢的 沒有 我們後來才在一起的 就滿甜蜜的啊 但後來還是被酒打敗了 因為她希望我不喝酒 然後我說我做不到 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就分手 也曾被媒體拍到 她跟國民黨大佬陳立夫的親子 陳少成開車出遊 不懂親密 被想到說什麼媳婦這個 讓我覺得 這兩個都還是好朋友 根本還沒說要 怎樣突然這新聞衝出來 讓我們也兩個都嚇到 妳只有認識幾個禮拜而已 對啊 印象不錯 就女生滿可愛的 彼此間的好感 最終沒有開花結果 而且從那之後 就發生很多事情 根本已經沒有心思去 交男女朋友 尤其是到現在 現在就是覺得賺錢最重要 坦言現在的最大目標是賺錢 佩玲歷經種種低潮 如今的她不再逃避 走出人生陰霾 奴隸在演藝圈 爽出翩天 始終有個魔咒 不僅手足相殘 鬥爭三代 子女離婚 客死一鄉 廣告普雷帶您揭開 幕後美心 因為涉嫌行賄 南韓總統普警惠 三星集團太子李在榮 遭逮捕助獄 外界都在關注 威脅李在榮 接班的長公主李富貞 是否會取而代之 說到三星集團的龐大設立 包辦了生老病死各項產業 從出生的醫院買的保險 讀大學等等 韓國人一出生 就脫離不了三星 不您知道嗎 三星李氏家族有個魔咒說法 李氏兄弟不但鬥爭三代 還有子女客死一鄉 婚姻破裂 我們帶來了解 三星帝國魔咒的幕後美心 韓劇中豪門家族內鬥 刀刀進血 動輒成為媒體焦點 但現實比戲劇更誇張的 就屬南韓第一大企業 三星集團家族 我們兄弟之間的戲牆 比我們過去看到的 包括一些宮廷的內鬥 更加的慘烈 一定要這裡這樣一個 這麼龐大的帝國 其實卻是踩著別人的血上去 而且這別人不是外人 卻是自己的哥哥 或者是自己的兄弟們 這個龐大的帝國 是創始人李秉哲 1938年 從創立三星商會開始的 他藉著中日戰爭 將韓國的干魚 蔬菜 水果 出口到中國東北致富 後來又發展智堂 毛紡葉 育有三子 五女 大部分來講事業都是交給長子 後來他也就維持傳統的一個慣例 交給這個李孟希 但是李秉哲卻對大太子李孟希的表現 不太滿意 李孟希的性格比較軟弱 有很多的決策他不敢做 那在那個年代 以李秉哲這樣枭雄型的性格 他就認為他的兒子在很多的決策 都受到一些公司內部 可能一些元老的這些老臣的影響的話 他就認為你做不了太子的 於是李秉哲仍主導三星業務 直到1966年 三星相關企業被報走私堂金 還逃稅 李秉哲被迫辭職 張子李孟希正式接掌三星 旋即展開 仍是清算 他專門鬥的就是 接近爸爸的老臣 或者是接近爸爸友好人士 包括誰呢 當時韓國中央日報的社長 這個人很重要 因為這個人是李建希的岳父 這就展開了三星帝國的第一波鬥爭 此時三星由太子李孟希 跟次子李昌希 共同主持 不過三年 李秉哲認為太子 火候未夠 付出掌權 正巧韓國清瓦台 收到李秉哲非法戀才的黑函 而直筆者傳出正式李秉哲次子 當時這個李昌希也就是李秉哲 第二個兒子 竟然上書給南韓的總統 然後去告發誰呢 告發他的爸爸 說他的爸爸其實是有一些 不為人知的暗黑的資產 尤其是資產是設在海外的 這事情鬧得非常的大 李秉哲在位將近50年 兒子告發他晚如逼宮 情節看比清朝康熙皇帝時 發生的九王奪嫡事件 李秉哲怒不可惡 對兩個兒子出重手 李秉哲當下就把李昌希囚禁起來 好險是當時李昌希跟爸爸求情了 所以他後來其實獲得了一個小公司 賴以為生 甚至把李孟希認為 他是有精神病的狀況 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 更是李孟希 也就是三星曾經的大太子 從此沒有獲得他的爸爸的諒解 當時李孟希後來避走北京 因為兩個兒子的背叛 李秉哲在過世前 把三星帝國交給當時任職廣播電台 置身逼宮風暴外的老三李建希 李建希上台後 三星轉以家電電子行動通訊為主 成為韓國第一大企業 不過就像詛咒似的 李建希自己家庭也不平靜 李建希的大兒子叫李再勇 他當時是在父母親的一個安排之下 娶了韓國一個大型企業 叫大象集團的一個顧問的女兒 叫林士林 其實他們的婚姻開始被大家認為 是王子跟公主一個童話故事 可是這段童話般的婚姻 最後卻無法維繫 據說是因為李建希家族的 另一個悲劇 李建希的小女兒叫李允昕 這個小女兒長得非常非常的甜美 跟女明星的模樣是一樣的 然後喜歡跑車 喜歡戶外運動 爸爸很疼這個女兒 可是小公主喜歡上了一個 平常人家的小孩 而且是個窮小子 那對李建希來說 這真是一個很大的迫入 現在你的婚姻 會進行政策的 我也這麼婚姻 媽媽的婚姻 要在婚姻 要在婚姻的時候 都會同樣 都會愛不愛不愛 所以她當時非常斷然的 而且非常殘忍的 把她的小女兒 也就是三星小公主 送到美國紐約 她在26歲那一年 自己在美國的自己的公寓裡面 用一根電線輕生了 而喪禮上更揭露了豪門的無情 她的爸爸媽媽沒有出席 因為她的父母親覺得 這是一件非常丟臉的事情 可是這所有的過程 看在她的大媳婦 林士林的眼中 她很難想像 怎麼會有家人之間 有人過世了 那父母可以不出席 你可以這樣子不去出席 去見你女兒的最後一面 你就只為了你的面子嗎 豪門的冷漠 在林士林心中留下陰影 太子婚姻已離婚收場 之後林士林 與男星李正仔交往 看來很幸福 而最像李建希的大女兒 李富珍 她的感情路也走了崎嶇 她非常的犀利 她非常的果斷 凶狠 任何的事情都是快痕準 李富珍在三星集團地位崇高 李建希非常倚重這位大女兒 她的父親呢 就讓李富珍 接掌了三星旗下的 新羅酒店以及愛寶樂園 她是新羅酒店跟愛寶樂園的總裁 同時她也是全世界 具有影響力的女性的排名很前面 那李富珍難道只願意 掌管新羅酒店跟愛寶樂園嗎 並不是 她其實野心勃勃 她看準的是希望成為三星的接班人 不過聰明的長公主也有被愛沖昏頭的時候 當時李富珍愛上一個三星的小職員 任幼仔 個性強悍的長公主決定要嫁誰 似乎沒人能阻撓 這次李建希任命了 讓她女兒嫁給一個平民的人家 並把平凡的駕馬爺送到國外去深造鍍金 2014年長公主李富珍決定申請離婚 但丈夫任幼仔不願意 雙方打起離婚官司 這個官司一直打到現在 任幼仔前一段時間 終於忍不住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她非常的痛苦 她不想離婚 可是如果真的要離婚的話 她尋求是360億的財產 她看得出來李在榮要接長三星有很大的困難 如果底長子沒有辦法順利接長三星 尤其三星現在遇到 在他們創會以來最大最大的風暴 而且這個風暴可能還不一定 熬得過去的狀態之下 有沒有可能接班人會改變呢 這也是李富珍的一個機會 加上2016年7月 李建希2011年的2013年 在首爾自宅召集的偷拍畫面 又突然流出 時機頗令人玩味 不過也可看出三星內部一場風暴 正在襲菌而來 週刊報導 男子徐聰明的前妻跳出來指控 二十多年前 將會進入她家庭 而且是這位男主角徐聰明 十六年前曾瑕疵子女 威脅要報瓦斯巡斷 我們找到當年畫面 稍後帶您還原 2001年耐克的驚悚現場 男子徐聰明的前妻 向週刊指控歌手江蕙 曾經進入她的家庭 但其實這件事 十六年前傳得風風雨雨 因為當時這名男子抱著瓦斯桶 挾持子女要尋短 控訴不滿 被說成對江蕙設局仙人跳 我們找到當年畫面 被您還原2001年 那驚險一瞬間 還有跳嗎 有跳嗎 有跳嗎 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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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你現在想要怎麼樣 我要揚身回來 你要控制江蕙 控制江蕙 控制江蕙 你有什麼訴求 你怎麼會一直工作 不然的 告訴你我 要控制江蕙 我剛才叫他來 帶我小孩子都不來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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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女兒先出來啦 不要啦 她為了江蕙沒有媽媽 我女兒為了江蕙沒有媽媽 我女兒 我女兒 所以喔 那還說我先能跳 那還說我先能跳 如果要在公圈的話 現在我們先加入 我知道如果能打 我們先加入 自己跳什麼一個人 喂 有點像吸毒飯的感覺 對 大概差不多一年多吧 就講話語無人之就對了 神經病啦 常來鬧我媽就對了 所以媽媽一定要跟她飛船 然後不要再... 叫順子過來 對啊 她就一直來煩啊 然後搞得我今天也不能回家 小心幫你 還放下來了 她不敢相信啊 太好了 好 太好了 什麼話要說 麻煩計程跟我們到班所去 拜託... 什麼話要說 什麼話要說 一定要去 不然我會死的 你… 人家啊 快過啦 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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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真實故事中減往之來 只要讓我再度喜歡感激你 看一看一看到你 關注未來情